ATDR是Address 也就是指的是什么 他的地址可是你会发现地址已经有了为什么他在再多一个什么多一个地址 你会发现基本上前面的地址跟后面的地址是应该是同一个 把区拿掉而已 那其实这个POI主要是我们将来要查询的地址 那查询地址的话呢给Google去查的 不过我前面的那个Display是 ADDR如果给Google去查应该可以查到地址 所以他多了多一个这个可能 还是有他的作用不然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再看好了 另外一个xy 那xy是应该他的坐标不过里面几乎全部都怒 所以基本上会用到的栏位应该是这两个应该都不会用到所以有一些根本就可以删掉 像这两个可以删掉 这个也可以删掉 这个页别可以删掉 那电话 所以基本上最后我们看到他取得是哪一些资料我们用及时来看一下 第1个是切出有没有他哪一个哪一区有没有 那点下去之后的话 还要哪些讯息呢 还要他的name 跟他的address 跟他的电话 所以其他都用不到 OK 那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再用p 好像poi的地址去查到地址的位置 秀出来 所以会有这几个阶段的东西 那接下来的话顺便补充一下 就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 我们的 资料 把它变成 Excel 当然方法很多 如果用VBA来做 也OK 可是我们这课不是在上VBA 所以我们用简单一点的好了 不要写程式 但是又可以把 如何把 Jackson转换成Excel 其实我有Google 我发现上面没有比较好的解答 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所以我也准备来写一个 如何 用Excel VBA转Jackson档 也可以把Jackson 转成Excel Excel也可以转 Jackson 那应该会有很多人需要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Jackson现在用的主要是Google阵营在用的 比较多 Microsoft用的可能就是用XML 或者CSV 两边资料其实 沟通上还是有障碍的 那怎么样比较快 但我讲的 等一下讲的不是VBA 我们用不是写VBA 那你可以写VBA 绝对办得到 跑个回圈 全部资料就帮你 塞出来了 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 不过这个恐怕有点难度 那我们就用 不写程式的方法 那不写程式的方法 第1个先把它贴到Word好了 贴到Word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网路上面资料 Copy一下 以后的话你就把它贴到Word 因为我觉得 先贴到Word比较好塞 那再来做什么 全选一下 把它全选之后用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一个功能 就是插入里面有个叫文字转表格的功能 那文字转表格请你给一栏就好 因为我们要前置的 就是给ECL之前我先处理 只要一列一列的 因为我把一笔字要切一列